Hello大家好,我是小明 亿万富豪格伦的90天100万美金的挑战 进入了第60天 之前格伦已经和克里斯阐述了任务的重要性 希望克里斯能够全权负责烤肉啤酒餐厅 在类排节竞赛中的宣传 充分利用社群媒体广而告知 当然格伦这些话对克里斯起到了很重要的鞭策作用 现在的克里斯也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定位 和在团队中的作用 麦特已经帮餐厅申请了网站 而且网站的前期工作 麦特也在有条不紊的准备之中 克里斯认为现在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增加订阅人数 其实我的想法和克里斯是一样的 看到这里没有订阅的朋友点个订阅咯 同时增加一些网页内容 当然这也包括一些趣味性的小故事 这将会增强可读性 就比如之前格伦在圣派翠克节卖小礼物的时候 一开始是无人问津的 但格伦讲了一个故事 在故事的吸引下购买者也是越来越多 第61天中介打了电话给格伦 格伦原本希望在市中心找一个店面 但果不其然还是没有找到 不过中介带来了一个好的消息 在历史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店面 可以基本上满足格伦所需要的所有要求 格伦果断地和中介约好了见面的时间 经过上一次餐厅房东的嗜好反悔 现在格伦一旦发现店面很适合 那么格伦将会毫不犹豫地支付订金签订合同 虽然现在格伦很需要一个店面 但还是需要确定好店面的地理位置 在中介的介绍中 格伦知道这家店非常的棒 有一个非常适合烧烤的厨房 和餐厅卖酒的政府许可 这家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将会大大加快格伦之后的计划 到了餐厅的门口 格伦看到了餐厅的外观 顿时感觉到了万分的失望 外观是丑陋的粉红色 中介说如果单纯考虑设备的齐全程度的话 那么这家店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格伦他们进入了餐厅 看见了崭新的厨房 并且有很多非常不错的烹饪设备 至于店内的装潢 也算是可圈可点 店内的空间设置也被分为了餐厅区和酒吧区 格伦盘算或许稍加装饰 就可以体现出伊利当地的特色 因为原本这家餐厅也是有烤肉和啤酒的 所以格伦也是十分好奇 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这家店没有继续经营 当然同时也询问了这个地段和市中心的区别 之前烤肉餐厅的老板并不是本地人 同时这家店也没有什么名气 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 或许就导致了这家店真正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而至于市中心则是在渐渐的恢复之中 现在还没有恢复到之前鼎盛的状态 在两者的相较之下 餐厅所在区域的周边相对来说比较富裕 购买力也是很强的 同时在这里开店 竞争压力相对于较小 而同时社区周边的居民 对于餐厅和酒吧有的需求 至于人流量也是相对较多的 至于价格问题 王冬开价4500美金 这其中包含了装潢 经营 餐厅 酒吧 会用到的全部 当然格伦的心理预期是4000美金 现在格伦已经承担不起过高的金额 在各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之下 格伦卖房获利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第62天 就在几天前 房屋中介告诉格伦 有一些人看中他的房子 其中有一个叫做詹姆斯的人很是喜欢 如果格伦打算尽快卖出的话 说不定他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人选 同样他也是个投资人 他的想法和格伦不谋而合 也是想要转卖获利赚取差价 在中介的安排下 两人很快见面了 詹姆斯询问格伦打算多少钱愿意卖 格伦说周边同类型的房价 大概在12万4000左右 但是现在希望尽快卖出 所以想卖8万5美金 格伦现在不能表露出自己急切的心情 以防对方压低价格 现在时间对于格伦来说是并不友好的 现在他希望这个投资者能够看出房子的潜力 并当场决定购买 或许是因为商人的本质 詹姆斯依旧把价格压低到了7500美元 格伦认为有时候输掉一场战役 才能主导整场战争的胜利 不要因小失大 格伦很想全价出售 但是房子不是他的主战场 格伦的目标是小族烧烤品牌 借由这个品牌创建百万市值 所以格伦对于这位买家是十分小心谨慎的 试探性的加价到了8万 但詹姆斯执意不肯降价 当然他也提出了7500的话 他可以直接支付现金 对于此时急需用钱的格伦来说 是不可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的 同时詹姆斯也告诉格伦 只需要3到4天 他就可以支付并完成交易 现在格伦的时间十分宝贵 同时房子交易的时间 也大大超过了格伦的预期 同时在价格方面 还比预期少了1万美元 但如果跑去买房和工程款 以及其他的支出 格伦还会剩下2万美元的利润 这已经可以满足他租下店面 同时也能负担起累排节的开销 第71天 房屋中介打电话给格伦 告诉格伦餐厅房东决定 如果格伦可以签一个两年的合同 那么可以以4200美金的价格 租给格伦 格伦立刻同意 格伦不想再次失去机会 他和中介约好了时间 今天就要签约 因为前车之鉴 这次格伦将会谨慎对待 直到钥匙交到他的手里 才能保证这个事件尘埃落定 第72天 格伦将在新店与唐凡见面 因为之前翻修装潢的经历 唐凡的压力很大 但是格伦依旧希望唐凡可以帮助他 降低成本 装潢店面 见面后 格伦询问唐凡对于餐厅外观的意见 唐凡并不喜欢这个颜色 可能计划将会重新粉刷 之后看了房屋格局后 格伦说希望可以在两个星期内营业 听到这个消息后 唐凡极度生气 他认为格伦是不是疯了 唐凡看了餐厅的现有装潢 如果改造成当地风格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如果是之前的餐厅改造起来 还是相对容易的 但是这里的风格已经是固定了 如果更改需要拆除 安装 粉刷 等等工作 在之前因为店面的缘故 导致团队士气低落 这次格伦把大家着急起来 就是要把新店的消息告诉给大家 以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信心 虽然大家因为店面的缘故 都是十分的开心 但是唐凡一个人却默默躲了起来 唐凡认为餐厅的风格和气氛 对于日后的经营是十分重要的 而对于装潢的问题 不应该急功近利 需要重厂计议 唐凡认为格伦的计划 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格伦也发掘了唐凡的状态 格伦也知道装潢这个餐厅的难度 之前翻修房屋的事情已经让唐凡十分烦躁 而现在格伦必须要帮唐凡调整好心态 格伦离预期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格伦的内心依旧是在煎熬和挣扎 对于像格伦这样的创业者来说 对于这样的困境 是无法阻挡格伦前进的脚步 第73天 肋排节是一例最大的活动 格伦和他的团队需要借由这个机会 推广自己的品牌 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但好在格伦请来了迈克前来指导 当然迈克也是另外一组参赛团队的成员 首先迈克画出了他的设计图 这包括摊位空间 还有烤炉和冷藏车的摆放位置 接着他又画出了座椅和备料台的位置 同时也布置了每一个人所工作的位置 这需要认真对待 在空间极其有限的摊位内工作 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自己的位置 只要有一个人失误 就会造成连锁反应 那么结果就会变得一团糟 克里斯丁则是问迈克一些关于备料的细节 比如大概的肋排数量等等 迈克也做出了详细的回答 在团队热烈的讨论之中 只有格伦一个人心事重重 因为17天后 他的烤肉啤酒餐厅就要接受评估 估价员看的第一大要素就是销售额 在此之前 格伦询问了迈克 还有内排节主席凯西 他们告诉格伦 网界顶级的烧烤团队 在活动期间 其营业额超过了25000美元 所以格伦也制定了目标 至少要卖到25000美元 以此来证明自己品牌的价值 当然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息器 第74天 格伦和麦特去找崔洛特 查看烤炉的制作情况 同事也会协助崔洛特 尽快完成烤炉的制作 麦特去过很多的地方 并且也做过很多的工作 无论是啤酒业务 又或是金属加工 麦特都可以完美的胜任 可以说麦特就是个全能 在三人的协作之下 烤炉制作最后阶段 崔洛特坚信 美国梦依旧是可以实现的 既然格伦都敢放手一搏 他要有什么顾忌呢 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承担了烤炉的制作 这几乎占用了他大多数的时间 甚至不得不放弃 一些原有的手头上的工作 崔洛特顶着巨大的压力 尽心竭力的为格伦 为了团队 每天熬夜苦战 在这种拼命苦干之下 加快了烤炉的制作进度 最后就将由麦克 来检验最后的环节 当然这也需要克里斯丁的参与 因为他才是烤炉的最终使用者 既然格伦拟定了目标 就要竭尽全力的去努力 以达成目标 在闲聊中麦克用玩笑的语气 对格伦说 全世界什么车都好 就是比嘎迪跑车不行 要是听说谁买了比嘎迪跑车 麦克就会过去给他一拳 格伦很好奇 问为什么 麦克说比嘎迪跑车更换机油 就需要两万美元 花两万美元换机油 那不就等于花了两万美元买素食 格伦听完戏谑的笑了 现在的麦克不知道格伦的真实身份 如果他知道格伦有那些游艇名车 可能今天格伦就很难从车上下来了 麦克继续发牢骚 有很多搭企业的老板 有钱倒不必工作 每天只是坐在游艇上喝酒 抽雪茄 享受美食 格伦也只是无奈的笑了笑 对于麦克带的些许仇富的言辞 格伦并没有感觉到不爽 反而是麦克接下来的话 让格伦陷入了沉思 麦克觉得这些有钱人的金钱 是他们的劳心劳力换来的 格伦不就是这样吗 一步一步走到了这里 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自己打拼过来的 格伦没有从父辈那里 继承到任何的财产 而格伦正是美国梦的缩影 格伦和麦克来到了克里斯这里 克里斯汀没有参加过 任何的烧烤精赛 所以显得有些紧张 麦克开始询问烤肉的制作流程 这些肋排是大概半个小时前出炉的 从凌晨4点开始烤吃 克里斯汀并没有使用 传统的明火烧烤 这一点让麦克众人 感觉到了不可思议 他从未见过有人用新烤炉 却未用明火烧烤 克里斯汀也表示 同样的品质 只要时间充裕 做多少都可以 对子麦克很是怀疑 因为在类排节上有大量的食材 而且克里斯汀没有用明火去烤制 这将会增加烤肉的时间 格伦接着说 在类排节当天不知道有多少客人 也不知道要准备多少食材 而这个烤肉要烤12个小时 格伦也很是担心 克里斯汀有点恼怒 说和大家一起走到今天 希望格伦和团队相信自己 可以在类排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但现在请不要给自己压力 这样他会很紧张 很害怕 格伦继续说的话 被克里斯打断了 格伦没有听到自己想要听到的答案 而克里斯一再强调 要大家信任他 格伦以往的经验告诉他 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多半是身边有能力的人 并且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 而恰恰格伦很多的计划 都是围绕着类排节进行的 所以类排节的结果 对于格伦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导致了格伦非常紧张 而现在又怕给克里斯太多的压力 导致发挥失常 所以只能祈祷克里斯丁 不会让大家失望吧 第75天 今天要去找阿杰 再次讨论一遍类排节的流程 时刻对于品牌的第一印象 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招牌 阿杰还需要负责服装设计 团队成员的衣服上 和周边产品 要能帮助他们宣传餐厅 阿杰拿来了两个样本给格伦看 阿杰任务的进展非常理想 但是格伦还需要继续推动 计划的进行 类排节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 不但需要一个详细的计划 还需要团队有强大的执行力 以确保计划的进行 阿杰和格伦为了类排节 印制了大量的商标T恤 而格伦同样担心另一边的进展 打电话给崔乐特 询问考卢最后加工的进展 但意外终究还是发生了 崔乐特不接听任何电话 不回复任何讯息 下午2点30 麦特来到了崔乐特的工厂 发现场门紧闭 没有任何人回应 终于崔乐特打开了侧门 让麦特进去了 因为熬夜 这段时间崔乐特的身体非常不好 他自己也开始担心 自己身体会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他希望可以把事情做好 但又担心周二之前无法交付 崔乐特是做装备加工的 但是考卢有一些加工方式 不在他的义务范围之内 崔乐特放弃了和家人度假的时间 赶工制作 最终还是累倒了 麦特和格伦说明了情况 崔乐特的压力很大 他一个人可能很难完成考卢的制作 这也只能辛苦麦特 替崔乐特完成收尾的工作 第76天 格伦的计划是 在类排节结束时 餐厅就要开张 格伦现在又和唐凡见面 了解唐凡的装潢构想 格伦在支付类排节的入场费之后 还剩下2407美金 格伦必须在类排节赚到 可以支付餐厅装潢的费用 但是能不能顺利进行 就要看唐凡的设计了 虽然唐凡有了天马行空的构想 但无奈预算有限 格伦必须说服唐凡 精简设计 减少预算 格伦也说明了自己的预算有限 计划购买的一些设施 可能无法完成 但是唐凡对自己的设计 是一丝不苟的 他如果觉得自己做不到100分 他宁愿不做 同时他也再次埋怨格伦 没有拿下之前的店面 导致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自从卖房获利之后 格伦一直没有时间 和唐凡讨论餐厅设计的事情 而对于唐凡来说 他需要更多的信息 这将会丰富他的设计 而现在唐凡什么都不知道 他唯独知道的是格伦很着急 唐凡和格伦一个着急 一个无奈 格伦不得不再一次 把压力给了唐凡 希望唐凡不要撒手不管 如果真的是那样 可能一切都结束了 第77天 格伦发消息给崔勒特 告诉他类排节的时间表 这条短信也是极其致命的 因为格伦签署了自己的真名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格伦隐瞒身份到了今天 如果他的身份被揭穿 那么格伦这70多天的努力 都将前功尽弃 我是小明 我们下期再见